国家一级演员对于明星来说 可谓是相当高的荣誉了 这代表他们在文艺事业上的贡献 得到了国家的认可 然而 有些老戏骨到了晚年 不是偷税漏税 就是频频被传国内赚钱 却在国外享受人生 被批晚节不保 杜旭东 近段时间 一向低调的杜旭东 可谓是丑闻缠身 先是他在社交平台 晒出一段他语附笛声 人静见面的视频 视频中他与附笛声夫妇见面 在人静礼貌性与他握手打招呼时 他却紧紧拉着女方的手不放 在附笛声的干涉下 才愿意松手 虽然这是拍段子 杜旭东仍然被不少人批猥琐 油腻 举止不当 前两天 杜旭东又晒出了一则视频 他上下打量着两位身材娇好的女徒弟 然后评论他们身材与长相一般 比他强不了多少 此举一出 网友纷纷批评他不该对女性评头论足 太不礼貌 其实 杜旭东出道多年 因为长相不够善意而总是演一些坏人的角色 曾经还因为汉奸一脚太深入人心 被女儿拒绝参加家长会 但他在生活中是一个顾家的好男人 经常下厨给妻女做饭 一家人十分和美 希望他注意举止 不要再做出格的举动 唐国强 今年年初 有网友晒出唐国强 在美国聚餐的照片 他身形消瘦 肉眼可见的衰老了不少 而一旁的壮丽倒是身材十分苗条 前不久 再次有网友在国外的机场 偶遇唐国强夫妇俩 纷纷怀疑他们是不是移民了 不然为何频繁在国外露面 网红凤姐也发文 称唐国强润了 一时间不少网友纷纷嘲讽他 晚节不保 国内赚够了就去国外挥霍 唐国强早年出道 因为英俊老大的形象 是不少中年群体心中的孔雀王子 然而 因为前妻孙涛自杀一事 唐国强背负上了婚内出轨的骂名 甚至持续到今天 其实唐国强与壮丽结婚后 与女儿唐力关系很好 矛盾早就消散 而对于移民仪式 早前唐国强的经纪人就发文否认过 唐国强只是因为身体原因 去国外度假休养罢了 李双江 李双江是我国著名歌唱家 国家一级演员 经典代表作《红星召我去战斗》 《再见吧妈妈》 《打把归来》等一直被人们传唱至今 2013年 李双江的儿子李天一 因为侵犯女星入狱 李双江与孟哥一家陷入了舆论的漩涡 于是 李双江开始四处奔走 甚至花高价请律师 而受害女子则是接受了日复一日的治疗 儿子入狱的十年间 李双江四处走学 被传是为了儿子的未来打基础 虽然不少人表示同情 但更多的人指责他与孟哥溺爱儿子 忽视了对儿子的家庭教育 更让人气愤的是在李天一被传刑满释放之时 有网友拍到他们一家似乎在聚餐庆祝 令人十分不齿 一代得意双心的艺术家 因为儿子的事件落得名誉扫地 真是太可悲了 蒋大为 蒋大为被誉为国宝级歌唱家 一首感问录在何方让他红遍了全国 2001年 蒋大为带着妻女移居加拿大 并让女儿留在国外求学 很快 国内积攒的积蓄变花光了 为了给妻女富足的生活 蒋大为决定回国付出 他不分场合商演 乱接代言 只为了赚足够的钱去国外 落下不少画饼 不仅如此 在面对农民歌手朱之文时 蒋大为也因为言语不当 引发了不小的争议 当时 蒋大为在参加一档节目 他公然批判农民歌手 并称他们不配被称为艺术家 不少网友直言 他是在暗奉农民出身的歌手朱之文 而且言语之中压根看不起农民 然而 朱之文一直以他是本分为名 甚至经常用演出费做公益 而蒋大为一心捞金 有什么资格评论别人呢 桃红 电视剧春光灿烂猪八戒中 顶着两个可爱小龙角的桃红 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也正是因为这部剧 他与徐峥结缘 结婚几十年恩爱至今 去年 桃红与张婷夫妇合作爆雷 陷入了传销案的丑闻当中 作为张婷的合伙人 虽然他早早就抽身避难 但还是被不少网友嘲讽人间通透 钱赚够了就赶紧跑了 全然不顾好闺蜜的死活 除此之外 几个月前有网友在国外碰到了徐峥和桃红 于是纷纷质疑他们是不是移民了 毕竟之前与张婷合作时被传赚了4.2亿 而夫妻俩手下的公司资产不计其数 已经是盆满钵满了 对于涉嫌网络传销一案 在去年底已经举行了听证会 不知道接下来会不会还有新的进展 刘晓庆 刘晓庆是上世纪80年代内地家喻户晓的大明星 也是几代人心中的女神 1979年在拍摄婚礼 瞧着一家子等电影后一夜爆火 收获了颇高的名气 此后他出过书去过春晚 还主演了武则天等电视剧 塑造了一个个经典的角色 让人至今难忘 2002年6月 47岁的刘晓庆被传出因为偷漏税事件入狱 开启了长达422天的牢狱生活 形象一落千丈 连他自己在之后的采访中称 他可能这辈子都不可能拍戏了 然而近年来 刘晓庆频频在影视剧中亮相 不是扮那眼少女 就是整容变脸屏上热搜 被批婉节不保 此外 在迷上直播后 他又在直播间大秀书法 并将自己的作品公开售卖 两个字从888元到9999元不等 可谓是一字千金 惹下了不少争议 作为国家一级演员 他们有优秀的作品傍身 获得了无数观众的喜爱 但人到老年 因为不注意言行举止 要么做出出格的举动 要么过分捞金 吃相太难看而被大众批评 实在是太可悲了 希望他们能保持初心 不然为了眼前的利益 而失去了晚节 何必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